大家好,我是老胡 今天我们要登美国四大最险的步道 叫Angelo Landing 天使之间 这条路比较险峻 因此大家在山顶上风大的话 东西吹了千万别去拿 因为有时候身不由己 所以我今天连帽子都不戴 因为有时候你戴着帽子 一刮下去身不由己 会抓一下,这很危险 这个步道到底有多险 我们第一次来 带大家去经历一下 从2004年 这个险峰上面已经死了13个人 来回5.4公里 我们刚去,好多人都回来了 我们刚刚坐在国家公园里面免费的旅游车 大概20分钟 大概20分钟 到6号站 这叫我们登山的这里 我们要登上最高的山顶 看起来马上要晚上爬了 刚刚走着路 虽然有点爬山 但是还比较平坦 看见没有 半圆的鞋 哦,看见了 看了 现在真正到了悬崖的山脚底下了 开始登山了 看看 这个山的巡崖峭壁 在山谷底下 这里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仙人掌 从这里看 那个盘山路 好看吧 这是山东间冲着一个小的下谷 这是山东间冲着一个小的下谷 这看岩石上的动物 不知是什么行程 是动物挖的 还是人围的 这山谷里还有乌鸦叫 是欢迎我们啊 是山东西 你会让它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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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泷幕毒解了 南下 泷幕防止 泷幕防止 又来到一个平台 快到山顶了 快了 到这个平台玩一玩 休息一下 然后再上 到天使之间 还有0.5个迷 800米 2 hours to get up in 30 minutes 10米